不管是中央跟地方每一個人所扮演的角色都不一樣 那昨天講了三平跟三安 不管是社會公平 兩岸和平 國家太平 以及三安的人民安心 社會安定 國家安全 在地方也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 當然整體上中央在地方的合作上 更應該朝向這個方式來做進行 像新北市在整個進行過程當中 也許大家看到我們辦了一些禮民座談會 看起來就是一些大小事 當你解決很多社會的安定 然後把國家的政策以及我們正在進行的事情 跟人民座會很充分的溝通 然後選擇正確的做好 也可以讓人民安心 所以其實很多的方式的選擇上 地方的角色在這三平三安 也要辦了一個很積極 跟中央大家一起並肩作戰以外 更重要要讓我們新北市 也能夠朝著社會公平 然後在兩岸和平上 我們也可以辦了一個地方的角色 至於國家太平 當然是我們大家努力的方向 會不會覺得就不要不負重量趕快出來選總統 現階段一切我對新北市的大小建設 作為最重要一件事情 在整個建設其實可以帶動北台灣的發展 更帶動台灣的共好 其實各位不要看新北市 它不大是台灣的所有 更重要它也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城市 然後新北市如果能夠做好 然後用多元共榮 團結共好 帶動台灣的共好 這也是我們應該做的 我們應該以身作者 作為一個表率 讓不分你我 不分黨派的大家團結在一起 這樣一個團結的力量 就可以帶動台灣的永續發展 要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的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